港者亞軍陳晶儀,出身富裕,家底豐厚的她, 爸爸在印尼和香港都有做生意, 家裡住跑馬地半山,價值半億的二千呎豪宅。 畢業在倫敦大學學院建築系, 讀書時已不時周遊列國, 隨身物品更包括名牌手袋和食物。 近期她光顧一家米芝蓮異星餐廳, 享過午餐,成為至少一千二百元。 網民都形容她是名符其實的人生勝利組。 不過,身為有錢女的Selena, 日前晚上就選擇很貼地一個人在銅鑼灣一間大型家司店, 選平價的嘉品,見她拿著近三萬元的名牌手袋。 打扮casual的她,175cm 的高挑身型加上一對長腿, 相當引人注目。 可能是因為她選港姐之前任職實內設計師, 所以見她對傢俬設計相當感興趣, 不時打開廚櫃門研究結構。 最後她在店內逗留大約半小時才離開, 之後她就原白得身家一路走去鵝頸橋賺食。 見她逛經台式飲品店和甜品店, 都見門外有長腸的人龍, 最後Selena 決定光顧一間港式粉麵店, 見她與店員打招呼似乎是熟客。 不過她照舊量了體溫和填寫了個人資料, 先進去店鋪吃了碗魚蛋糞醫肚, 最後她步行到跑馬地的小巴站搭小巴回豪宅, 上檔至省價。